我是四哥 我在杭州 我在这家杭州 我在杭州的前堂区 大江东这边 准备给你们拍一下 这个大江东这边啊 大概是什么情况 我们走 今天这个天气啊 非常热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 这个前堂区的 江东宝龙广场旁边 这旁边是一个小区 叫龙润城 非常厉害 有好几个区 ABCD 42状 看到没有 然后那边的 这个房子也是龙润城 厉害了 这边 请着一台电动车 这个对面就是 大江东的宝龙广场 非常霸气 这边有一个鞋子楼 这个鞋子楼跟这个商场 是由这个鞋子楼连起来的 非常方便 我刚才准备把车停在这个鞋子场里面 从这里啊 扫了三次车牌 都扫不进去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 识别车牌的这个东西啊 摄像头啊 好像有点问题 太垃圾了 给你们看一下 这边大概什么情况 现在人不是很多 现在是下午的 两点钟左右 这边好像还有一条美食机 这是条美食机 不吹不黑 真的是一条美食机 店现在 大概开了一半 有些店还都是关门的状态 溢血冰城 对面这个 像太空舱一样的这个东西 是什么东西 你们看一下这个一个一个的 这个东西也不是很理解 董华的老铁可以在评论区评论一下 这边就是 宝龙广场的鞋子楼 这个应该是鞋子楼 而这不是鞋子楼 这是公寓楼 这上面好像都是公寓 可以出租的 下面就有一家 我爱我家的这个房产中介 有需要租房的朋友 可以来这里 这个咨询一下 这边的这个 房租啊 都比较便宜 估计啊就 几百块钱 一个月 好的 好的 带你们看一下 这边附近的一个建设情况 这边房 旁边啊 基本上都是一些住宅的楼牌 看到没有 这个都是住宅楼牌 莫斯都是叫龙润城 带你们看呀 这边这个房子啊 大概是什么那个情况 很多人没有来过大江东这边 不是很了解 你看了我的视频啊 大概就知道了 这边什么情况 楼盘非常多 这个往前面走啊 就是 龙湖江东天街 那边就是天街方向 这个 这边的房价应该都不是很贵 好像只有一万多一点 具体是 多少钱你们可以在这个 地图上面看一下 估计最好的也就两万多一点 一万多就可以在这里买了 因为这里啊 实在是房子太多了 我感觉这里就像是宁波的杭州湾新区 非常像 房子太多了 房子太多了 密密麻麻的 起码有 几万套房子 一眼望不到头 厉害了 这个就是杭州的大江东 今天这个天气还是非常不错的 感觉这边的入住率啊 好像不是很高 大概 我估计一半都没有 这个商场可能平时来消费的人也不是很多 好的 这个就是杭州大江东目前的一个现状 再带你们看一下这边 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这个前面就是龙虎冰江天街 不是冰江天街 是江东天街 看到没有 这个外里面还是非常不错的 还是非常的 哇塞的 这边的一个情况 这个地方啊 停车不是很方便 我逛来逛去 找不到一个停车位 然后那个交通协管员又在到处的贴法单 停车不是很方便 这里路边都没有车位 这个好像是一个别墅区 给你们看这个龙虎江东天街 这个外面 还是非常nice 好的 视频大概就给你们拍到这里吧 反正啊 我是没看到什么人 人太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